你們又拖著兩輛車? 這麼急,去哪裡? 你又買到整輛車? 你就更加沒得輸了 抱歉,這裡比淘寶還便宜 什麼?比淘寶還便宜? 這裡是$1,700, 這裡$1,400, $1,300 這裡只是海鮮也有幾十款 真的看得眼睛都花了 這麼大條捕蟑蟲 竟然只要64.9元? 這款亞貓最愛的貓條 60條都是$88 有机鹿熔菇,400g,就是77.8g 还有多款电器,例如雪柜,一体式洗衣机,迷你电饭煲 这里在哪里?这里就是近期港人热袍店,深圳三号超市 我是记者可可,快点和我一起看一下这个超市 究竟有什么魔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香港人? 我今天去这家三号超市,是印力中心店 也就是福田这一家,听闻是最多香港人的 第一次来都不要紧,这里是需要有会员才可以进来 香港人如果要申请,就要用回乡证和一个内地的电话号码 而根据官方的网易显示,基本的个人会值,就要先给260元作为年费 而其外,也有却月会值,年费就再贵些,可以享受的权益就自然再多些 讲回少少少三号超市的背景先 三号超市其实是属于罗马旗下的 而今天去这家深圳分店,其实在1996年就已经开业了 总营业面积是达到2.2万平方米 三号超市曾经突然爆红,是因为一些磨红的探店视频 在里面发现了很多又便宜又大件又抵食的东西 甚至在里面试食都可以吃到饱 因为三号属于仓权型超市,货品就这样一件已经很大了 所以它可以做到价钱比较低,营造了一种大件夹抵食的感觉 相信这就是吸引力之一了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行超市了 一入场已经被这棵这么大的圣诞树吸引到了 对啊,快要是圣诞节了 大家又会不会考虑买这么大棵圣诞树呢? 有试食 我肯定是一个占博上下帮大家试一下味道 嗯,味道未如理想 入口的右手边竟然有眼镜中心 不过,看我价钱就好像没什么优势了 反而大型电器就吸引到我了 这么大个十字型冰箱,牌子还要是Toshiba 容量有519升 价钱就只是4999 即是5000元人仔 给大家看一下冰箱的耐露 是不是很吸引呢?一定可以放到很多东西了 当然啦,还有很多款大冰箱 亦都有一体式的洗衣机 Samsung电视机 PS5 Switch 和音响器材 我还正常请教了韦姐姐 她教了,这里有很多款产品 都比淘宝 所以这里比淘宝便宝 对呀,比淘宝便宝 因为淘宝1700元 这里是1400元 这里的东西全都比淘宝便宝 是吗? 那你买什么? 我买很多东西 你买什么放到来的? 是 看完大家电 没理由不看完小家电 这个日本进口的电饭煲仔 又真的挺骨子的 这里的货品种类特别多 大家只要抬头 就可以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货品 是不是有点像家家司呢? 大家似乎都对家电用品相当有兴趣 而职员亦都可以耐性地解释和介绍 现在我要快速地给大家看一下 我认为抵卖的产品和价钱 因为我们还有第二层熟食去美去 鸡胸肉79.9元 鸡胸肉手卷牛肉棒59元 鸭肉干149.9元 鸡胸肉肉 鸡胸肉 鸡胸肉89元 迹鸡胸 鸡胶 鸡胶 加热器 299 鸡胸肉丁 鸡胸肉丁 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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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三罐 零下组 2公斤 79.9 有机茶树菇 77.8 有机竹星 66.8 有机云南客途 74.8 客途人 71.8 风味牛肉面 109.9 有机纸菜 40.8 有机白花菇 78.8 有机牛钢菌 99.8 有机绿熔菇 77.8 椰子栗梯 99.8 华尔咖啡 119 刚好就看到这个按摩腰带 是我本身自己有用过的 戴上去真的会很快舒缓腰痛腰酸等情况 甚至是女生那几天特别的时候 对于舒缓肚痛都特别有效 这款按摩腰带就有三个型号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回淘宝官网 自己去了解多一点 终于都落到第二层了 一楼主要有半家工食品 蔬菜区 水果区 冰鲜食材 零食 熟食 和上一次去合马先生的时候有点不同 三母的水果是肉眼可见的新鲜 因为每一样水果都有散发它自然的果香 而三母超市的另外一个亮点 就应该是熟食区了 因为食物又大份又抵食 前面这三位呢 就是抢20元条的牛肉芝士卷 我帮大家试过 牛肉和芝士的比例呢 刚刚好 牛肉味都好出 真的挺好吃的 20元就可以吃饱肚了 而这个烤鸡呢 是网传最抵食之一 还有这么大条的鰻鱼 都只是64个狗而已 喜欢吃辣的朋友 这里还有水煮鱼 酸菜鱼 部队窝 瘦起烧 这些全部直接再加工 就吃得非常方便 而甜品区呢 虽然我觉得很吸引 好像榴莲千层 蛋糕卷那样 是没办法不心动的 但是呢 实在太大份了 我都很担心自己吃不完 所以呢 我就只是买了个麻糬 当然还有冰鲜区 不过我就觉得 冰鲜海鲜 冰鲜肉类 应该呢 住在深圳的人呢 才适合买的 买回香港的话呢 就不太方便了 不过都可以给大家过一下眼的 最后就当然教大家如何去啦 方法一就是搭地铁 如果要搭地铁的话呢 我就觉得麻烦点了 因为呢 三号超市呢 就不在地铁站附近 首先由福田口岸出发的话 搭一个站 去到福文 再转七号线 再搭六个站 到了隆林站 在D1出口 还要多走一公里左右 才到达三号超市 所以又更加推荐大家搭的士去的 同样地 在福田口岸出发 去到三号超市呢 大概是10.2公里 车费呢 大概是$21至$30 需要的时间呢 大概是23分钟 不过大家都知道 福田口岸其实很难打车的 可以搭一个地铁站 去到福文站之后 再打车 可以省点等车的时间啦 如果你都喜欢这一类影片 不妨点赞 留言 又或者分享自己的不想攻略 我们下次再见